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场上红色的筹码是1000 黄色的筹码是5000 蓝色的筹码是25000 在枪口位 我们的孙芙琳是拿到了A圈杂色 谁能跟住 Hijack位置 在这个位置是我们的Kennis 90扎色 面对 两位过牌跟住 我们的装位的Greenwood是选择过牌了他的A器 我们的Kennis是非常幸运地击中了一个上顺 翻牌的天生上顺 在翻牌就拿到了坚果牌 但是他有一个抵顺的听顺 但是如果听到了那张9的话 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牌型 因为对手的范围里面会有很多的10 他以一个中队去选择跟住 目前场上是来到单张成顺 破牌之后 我们Ringwood选择作为一个下注 在34000里其中下注16000 Ringwood选择跟住 台面是出现了Chop 我们Kindes非常难受 一手天坚果天纳斯顺结果被发成了一个Chop面 我们Kindes是A10同色 应该还是会选择跟住 谭轩的A勾 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做一个加注的一个牌 他依然要选择冲 让我们谭轩说法继续冲 把把要开 又是一个2万的加注 我的Kindes这个 这我可能不太会信 冲了好几回了 我的A10同色 面对一个16000的赔率 所以Core 红桃A10对上我们的方片A勾 A10有击中一对中队和一个后门花的听牌 A10是一个后门花和卡顺 好 好 后门花听牌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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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不 打一个2万多 23000的一个下注 和牌的出牌很多 任意的方片 任意的勾 任意的K 选择盖牌 没有去抵抗他的A10 我后卫的玩家也是非常难受 一手90 非常好的看翻后的右牌 但是遭到了埋伏 面对4位玩家的一个跟注 Kinnis在装位 选择过牌他的A8 看一下翻牌 A8是直接击中了两队 我们的圣福林是有一个坚果 童话听牌的买牌 我们谭宣也是击中了敌两队 但敌两队在这个面上 5加底持 并不是很大 这个面上不是有很多的天顺 因为69这样子的牌是比较差的 69的组合在每个人手中概率不大 如果要防一手69只能防装 装位时有可能有一个69的组合 其他玩家应该不太会用69只能牌去进入一个翻后 即使是同色 也比较少 几乎没有 所以目前 要防的是一些同花买牌和一些高的 那这里的话 谭宣是很难受了 面对一个21万7千 他的第一两队也是只能盖掉了 他的K圈听牌也是非常的难受 他自己是抠不动的 大概有多少啊 他是连续的被压制 所以汉密是任何个地方 我按一下 就黑到90吧 这个开始是鸟了 他都Race的 黑到90度可以采用了 到底都Race 还哪有个人能平靠 咱俩都还不粗途 这一台在思考 但面对一个这样的体质倍率比 他的K圈同色是太难去跟住了 买花 带队买花 这个K圈买花是不能call的 只有36%的一个迎面 而且面对的对手范围是一个加注过的范围 其实做了一个聪明的棋牌 克制住了自己跟住的欲望 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 2019年传奇扑克黑山战的一个赛事解说 最后排我们的Kinnis在枪口下一的位置选择埋伏他的A skin 那我们装卫的Dutella 这首K圈杂色是可以做一个加注挤压的 他的后手只剩下是一万五千 在这个盲注下是可以直接做一个ALL IN的 那这样子的话就埋伏上了 就遭到了我们前之位A skin的埋伏 A skin在这里应该也是会选择做一个在家住隔离 我来你打不来 谭旋也是非常有幽默感的开了一个玩笑 假装要进行一个跟住 但可以看到他的圈石杂色是不会进行这么激进的跟住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场上玩家是有盖掉的圈 那一张A死的击中 可以对手带来一个前门买卡顺 只有一个狗 我们的Dutella是被淘汰 他应该还是有一块生命牌 上面那个分线 六张 出A 出K的分线 K圈 出XD 出XD 的 出XD 出XD 我們這邊坦軒擊中了一個三條 他在擔心我,說有很多刀,不是很糟糕 我以為是很強的聲音,但我沒有了 我以為是有9、9、6、8的刀 那這邊,Kaniski這邊應該對於一個五人底池,一個Pocket 6 在一個不太有未來成長空間的裝置,他選擇了一個要偷尺 然後被我們坦軒的三條跟住 轉排我們坦軒擊中了一個Quads 那坦軒現在的想法 他看這個樣子是不是想要故意反,主動下注 讓對手覺得自己沒有四條這麼大的牌 在3萬4的底池裡面下注了1萬4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思維啊 因為正常來說,中四條的人不會在這邊做一個主動下注 那這邊坦軒做一個主動下注其實很像是在偷擊 因為正常人,他做一些正常人不會做的事情 應該也是 我覺得是一些現場的經驗,然後想要做一個經驗 那我覺得這邊是故意一個現場經驗來做一個 做一個讓對手以為他在偷擊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Kensky這邊的確有一對6,也是一個葫蘆的牌 有可能是會跟住 OK 我想要吃晚餐嗎? 你可以吃晚餐 好,這邊Kensky選擇了跟住 看來彈軒他很會抓的人心啊 他故意在這邊選擇了一個主動下注 好,盒牌 好,盒牌 我們是一張八 我們的譚軒始終還是一個quads 他只輸了一個銅花順的組合 好,我們現在譚軒在想說如何 獲得對手更多的支付 他選擇在6萬2的底池裡面下注了3萬5 那所有的牌幾乎都被彈軒中光了 那我覺得彈軒的這個轉牌反主動下注真的是算是一個很抓透人心的一個打法 像Kensky有可能會做一個偷機啊 像Kensky有可能會做一個偷機啊 有可能會做一個偷機啊 跟住這個轉牌 他其實應該也是因為彈軒的這個做法 讓他覺得他66是領先的 所以其實最後這張八對整個範圍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影響 他覺得彈軒如果是在偷機的話 這邊就還是會在偷機 只不過比較尷尬的是 因為彈軒是選擇過牌跟住的一個狀況 然後選擇再轉牌 反主動下注 再合牌再選擇下注 那Kensky這邊其實蠻難決定的啊 但這個66真的說實在話是真的不好跟 那Kensky也說他只贏了一個10jack 可是這邊10jack在這個合牌 可能也不一定會選擇下注 就像他講他只贏10jack 他真的贏的牌太少了 這邊Paketsky真的是不好抓啊 Good fall啊 Kensky Kensky不愧是之前有拿過我們這個傳奇系列賽 冠軍的一個玩家 好我們的葉維香選擇在high check平跟 現在我們的盲柱是3000 前柱是3000 底柱是6000 那我們這邊看到我們第一手 我們Tom Duong就選擇了直接all in 78000用他的x check 那在這個比較靠後的位置 其實蠻強的 畢竟前面只有一家選擇平跟 那目前這場比賽已經有55手的買入 I come get one in a minute OK 那這個是王軍 是之前也是參加過我們的一個 傳奇扑克系列賽的短牌比賽 也是一個打得非常好的玩家 這邊我們的Michael Soiza一樣選擇一個A10銅花選擇一個all in 那我們Tom Duong有一個10J銅花會不會選擇跟注呢 10J銅花是一個非常好的洗手牌 尤其是在多人底次 但1對1的話其實10J銅花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狀況 Ton Duong感覺好像有點想跟喔 結果沒想到是被壓制的手牌 那我們的Ton Duong是一個10J銅花 而我們Michael Soiza是我們的AJ銅花 然後我們在這個翻牌對我們湯多芳非常有力瞬間逆轉 他的死這桶花現在可以買瞬買diamond有非常40%左右的勝率 結果果然被我們湯多芳方備了 我們湯多芳集中了一張10 他10J大於AJ 那這場比賽是100萬買入的短牌比賽 我們的Michael Soyza選擇All in 91000 阿我們的Flink這邊有一個Asus 那直接是抓到了兩個 兩個第一張 應該沒有辦法了我們Soyza只剩下91000的重馬 現在的Anti是3600 這個牌基本上我們Soyza剩下9%而已 有雙頭順勝可是只有4張9的機會 我們Michael Soyza應該是三發子彈都用光了 那我們的Saint Greenwood是目前都應該是只有用了第一發 他還沒有用了後備的買入 那每一個人都有三次機會 每一發子彈是10萬的籌碼 你可以同時上你也可以一發一發的上 那我們這邊我們的Richard Young有一個S Queen 在UTG 選擇了一個平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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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Flink是拿到一手槍口味的90雜色 這裏選擇跟注是非常好的選擇 90雜色即使是面對後置位的一個擠壓 好 在合理的一個尺度內都是可以選擇做一個Limp call 做一個再跟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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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選擇過牌又來到一個番後地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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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也可能要學到跟住 雙方籌碼也還算蠻深的喔 大概後手都還有二十幾萬 王軍這裡A勾 也不太好蓋啦 如果沒有位置的話 我覺得王軍可能會直接棄牌 因為他有裝備 對 現在有裝備 他可能可以考慮更一張看看 應該這裡勾到一槍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 三個生籌碼 我們看轉牌會不會來一張勾呢 就更精彩了 來一張7 那我們的王軍是有一個方便勾 後門的聽話 感覺好像現在大家會稍微有一點熄火 因為這張7帶給了牌面上有一個比較 看起來比較危險 比較明顯的改變 而且又是三人底次 前面位置都會比較擔心一點 Flink 應該是很難打的 但是 COA的普魯光是可能會選擇 用他的高兩隊再去打一槍試試 Flink 有可能再打一發 然後選擇放棄 不過真的是蠻難的 畢竟對到兩家 那普魯光會不會選擇下注呢 那選擇過牌 好 反倒是我們牌最小的王軍 倒是給了他一個機會 他只要選擇拿免費牌還是試著要拿來轉成偷機呢 這裡他其實選擇過牌的話也有不錯的碳白價值 但是如果打出來的話就顯得他的牌比手上的牌要大 對 不過他的位置的確他是第二個corer 你要看他在對手的截圖 我直接打了一個七萬五千 我就把他打的這把這把打的蠻好的 打得很好啊 就是幾乎就是 根本猜不到他是A勾這種牌 對啊 他這裡其實牌扮演得很大 而且上面也沒有方塊S 90兩隊不一定扣得動的 這90兩隊在這種三人的夾殺之中現在被卡在中間 不好扣了 蠻難跟的 蠻難跟的 A10都要想很久 A10都要想一想 D兩隊是真的比較好 A10倒是我覺得可能還要 必須再扛逆法的 D兩隊跟不動了 A10還是要想一想才能 才能選擇 做一個跟主 所以也不是沒有可能被打蓋 因為他要想對手 拿什麼牌會打我 A10這裡都不敢打 這麼牌 6-8嗎 8勾 8勾 選擇蓋牌 王君真的厲害 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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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君也非常知道自己是在投機 並不是價值下注 他這把就很明顯是在投機 他這張方塊A-JACK 其實就真的蠻重要的 好 這裡有俘魯光是拿到了一首 槍可威的AA 有選擇一個平根嗎 他是選擇直接在槍可威做了一個 一個加注 那這裡就是一個很顯牌力的一個加注 槍可威的加注 槍可威的加注 加注將近10個前注 那這邊你看 這就是所謂的 你看其實如果你在短牌 在長牌裡面如果假設 你後面有個勾圈 你有個JQ幹嘛 你是不會去抵抗這個UTG的加注 可是在短牌裡面 你會遭遇到很多的抵抗 而且抵抗的人的勝率又 又蠻高的 又不是那種很低的抵抗 的勝率 那我覺得這邊 他ALL IN都可以喔 有一點 對 有一點 WOW ALL IN和CALL都可以 對 進去就等於做一個半ALL IN的狀態 就是看 就有 任何的對 任何的順值的機會都去了 那90非常容易 啊 這邊中了 中了一個 太大了吧 但這個面就90就不太好 大到不知道怎麼打 但這個面90來說就 有點尷尬 阿璇的ALL IN 阿璇的 我們的普魯光最好是要演一演 炸彈被ALL IN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想一想啊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王軍呢 阿璇看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看錯牌 幸福來的太突然了 0%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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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大到天上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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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 Peter GG 連續三手牌 Good luck with that draw 直接再見了 我們Peter 今天好慘喔 不過還好啦 他今天 剛剛賺了900多萬 今天剛剛賺了800多萬應該說 對 他100萬的報名費 加上800多萬的盈利 所以說輸掉這個100萬也是 啊 就當反水了 KK KK 反一些點數給其他的一些輸掉 輸掉長牌的玩家 不過他90也是非常強的一手牌 另外 另外 這個 他拿到一手圈圈非常強的牌 那 由於後手有一些比較深的玩家 他會不會選擇平根呢 有 口袋皇后 還是選擇了一個加注 加注到3萬4 差不多8.2個前注 3萬4 是龍哥 孫 姓孫 孫 那這裡是選擇了跟注 可以看到圈圈對A勾 是有一個 六四開的一個領先 一個overcut 一張livecut就是40% A勾 反而看到這個口袋對圈 其實反而是更加好一點 看到A勾反而沒有那麼領先 中了一個勾 還有一個 後門花 不過後門花在這個 短牌裡面算是 哎呦多了一個順子的機會 多了一個卡9的順子 沒有擊中 Peter J10 好不容易打到16萬 但是又沒了 又要再丟出一發子彈 又沒了 又沒了 好慘喔 I am your friend this drip always lose always lose 我們Jayden在翻前 一直跑馬 一直輸 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喔 我們這次Town Duong 有一個 蠻強的牌喔 可是對手已經天生順順好了 我們王君 王大哥 已經拿到了天生順 他打7萬的話是蓋不掉了 那7萬就只能call了 對 對 那Town Duong現在居然還有44%的勝率 對 他有所有的黑桃和9 7張牌 還有黑桃和9 他沒有發出來 Town Sorry Town Town G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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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大的範圍 只不過他有效只有25個前駐A9 感覺好像可以省下來 可以看到短牌裡面 連皮特捷等這麼緊的人 都會在槍口跟駐A9 可以讓他在前置位 什麼牌都可以玩 真的是幾乎可以玩一半的牌 我們的TOMTONE有一個兩頭買順 我們的勝負林是有一個頂 對 好這邊我們TOMTONE主動選擇了一個下注 直接是下注了四萬五千 蠻重的 將近一個底次 找到了一個RACE 那這裡我們的PETER JENNERS 一個輕鬆的過牌 那TOMTONE這裡是一個 應該會直接打光了吧 他後手還剩下六萬六 六萬六 馬上擊中了我們的順 對手也擊中了兩隊 兩隊可還帶買花 所以其實還有32%的省率 其實還蠻多機會的 現在是一個七三開 我兩隊啊 奶花 並沒有擊中 兩張都是擊中TOMTONE的奧子 他也是用中文說七萬二 這排沒辦法吧 可以再說一次謝謝老闆 OK 謝謝老闆 哈哈哈 果然啊 好 繼續為大家帶來的是我們 傳奇撲克的黑山戰 2019年的第二戰 上一戰我們是在基洲島展開 然後下一戰我們會在倫敦 在今年的七月底八月初 在英國倫敦為大家展開第三戰 那目前的買入人士總共是70人 那在這第一個休息之前前兩個小時 都還是可以做一個最後的一個加滿 也感謝我們這次的一個官方合作夥伴 我們的伊爾伯還有我們的Party Book Live 協助舉辦這次的賽事 好 我們的Jayton是直接選擇了Olin 用他的手上的天順 哇 那這邊我們Devoss有一個 有一個買花再往街上去的順子 那我們孫弗林也埋伏了他的天順在後面 153 那這裡如果選擇跟注的話 那一定會遭到孫弗林的一個Olin加注 那他這裡就很尷尬 Devoss應該會選擇隔離的Olin吧 因為孫弗林在這邊選擇了埋伏 他並不知道孫弗林也許還在買牌 他可以試著Olin把一些更強的牌打開 那底辭已經有24萬8了 他選擇跟注 他選擇跟注 這樣就可以看下一位的反應 但是我們孫弗林這裡是一個巨馬 對啊 他跟注之後其實是已經有點套齒了啦 因為如果這裡是選擇一個 孫弗林的一個Olin跟注的話 Olin加注的話 他需要跟注三十萬四千 去贏取一個 去贏取一個七十多萬的第一次 二十九 那這邊是一個Circle Nut 只輸一手S-King 再加上他的三十萬四千 這個底辭將會來到一百萬 那他的賠率是完全夠了 好 我們孫弗林也選擇Olin 馬上看著我們的Devoss 超過三秒沒有跟 那對方不是S-King 那只能夠了 那只能call了 只能call了 因為這個牌他已經深深套齒了 那現在我們的Devoss如果發出了一張K 或者是一張Diamond 他將會變成超大的巨馬 將會突破一百多萬的重 他的機會還是蠻大的 兩張K被拿走了 所以他現在剩下兩張K 跟五張花 又少了一張K 所以四張 所以大概只有六個奧子 漂亮 還有一張畫面酒也被人拿掉 又多了一個可以 成功一半 哎呀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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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邊的Devoss 應該是檯面上被清光了 可是他後面應該還有兩發幾分牌 還有兩發二十萬的重牌 總共還有二十萬的重牌 好 我們的Winford在槍口位置 蓋掉了圈八 編哲是拿到一對九 一對九 後手還剩下十一萬兩千 依然是值得買set的 依然是值得買的 也可以進去看 七八十之類的一些翻牌 雖然他的後手只剩下十一萬兩千 但是依然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配率 那這裡是遭遇了我們槍口家的Devoss直接是選擇用圈十同色這首牌 進行一個All-in 那我們Devoss這裡是可以做一個reserve 他比較穩健的直接選擇了call 他選擇還是All-in 好 那左邊的一落籌碼是Devoss的籌碼 他只是選擇清點一下 我們身負零是一手勾圈雜色 我們身負零是一手勾圈雜色 蓋牌之後是Jetton繼續選擇All-in也是S-King 那三位玩家是達光 那目前來看我們Devoss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兩位玩家手中的牌是互相衝突了 那麼他的圈十反而是擁有了更好的一個迎面 可以看到三位玩家 果然實時有擊中 我三條九 太漂亮了 九十七 是有一個上搖瞬 直接三條十 拿下了一個底池 得到了一個Triple 這牌要是進去打 繼續為大家帶來的是傳奇撲克2019年黑山共和國戰 100萬港幣買入的短牌的主賽事 這場比賽是這場比賽的第二 今天我們會達到一個前圈 或者是Final Table 然後明天將會為大家帶來這場比賽的一個Final Day 這場比賽 是Final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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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在關煞尾 後手還剩下8萬6千 他選擇跟住 Winford选择过牌 我们的Peter Jiton是击中了一个顶队 我们的Devang是击中了一个中队 在6万的抵制中他的后手只剩下8万 选择All-in 那应该是没有牌能够call 我们的Tom Duong是有一个A高带中队的击中 他似乎是想要做一个跟住 选择跟住 做了一个边缘跟住 接中了葫芦 Devang这里需要跟住8万去赢取一个22万的抵制 那么他需要有超过33%的赢率 我们的Peter Jiton在枪口加尔的位置拿到了一个A9同色 我们的边者在关上我的A高杂色 这里翻牌给出77圈 选择两次过牌 我们的Devang选择用顶队下注 那A9和A高是没有什么继续游戏的空间 他有一个后门听花 但是概念非常的低 依然选择用他的A高牌选择跟住 这天这里过牌之后应该是扛不动第二枪 但我们的Devang选择用大概率也可能不会打第二枪 他果然是没有打 因为他的圈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摊牌 这边这里还有167000的后手 面对对手在转牌的一个过牌 他的A高牌应该不是很能秀得出 看来这里要做一个偷吃 在8万的底之中下注5万 这个偷吃非常漂亮 这里的圈球其实蛮难抠的 在转牌里面对手的bluff组合是非常少的 这里很像是一个value 根据我们的Devoss 这里很有可能是直接会盖掉他的圈球 因为他的转牌是选择了一个空持 这里的Jayton打得非常像一张棋 非常像一张棋 他选择在翻牌跟住之后就已经想好了在合牌做一个产打后的一个偷吃 如果合牌有击中ACE的话他应该会选择跟对手秀 果然是选择的怪牌 因为这里的圈其实没有什么面对对手的一个value范围 没有什么银牌 基本上是全输 全败给对手的所有的价值组合 那皮特Jayton这手牌利用他的形象打得非常好 皮特Jayton应该是张桌子上的形象是属于最好的玩家之一了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太会选择偷的一个玩家 那他是反向利用了这一点 那我们师傅林在枪口的位置 我们的森大哥 跟住 Winford在这里拿到了一手圈钩 圈钩同色 直接Olin他的十万八千级分牌 那他非常的非常的正EV 但是很可惜撞到了我们的圈圈 Diverse这手非常棒 也是完美压制Winford的手里手牌的一手牌 那这里可以做一个再隔离 直接加住拳下 把枪侯卫的玩家给隔离出去 可以看到 这手牌我们的Winford是一手被压制的底牌 圈圈对上圈钩杂色 圈钩同色 圈圈遇到圈钩同色 现在有一个买牌加两头圣 那没有买到 我们的圈钩是直接在这里收 这手牌中出局 然后在转牌的一张十是非常的好 一张牌